我的習慣通常都是比賽前的熱身玩 然後給自己差不多十分鐘的時間 靜下心來然後重新包握把布 然後讓他握起來感覺比較舒服 因為比賽前很容易會緊張 你握起來如果舒服 那緊張感我覺得個人對我來說會少很多 然後我平常比較習慣握這種 就是沒有紋路的握把布 因為我不太會流手汗 然後我握球拍也握得比較爽 然後我的習慣是 就是有膠的那一面留到最後 我是比較習慣這個比較大的這一面先開始採 然後它是一個 我的球拍的柄是一個六角形 然後我會從六角形的其中一邊開始 先繞一圈 然後卡住一開始的起點之後 就開始斜著往下 然後就順順的轉動球拍 最後再把這個膠撕掉 黏起來其實這樣就可以打了 但是它這個貼紙 就還是要幫那個贊助廠商那個打一下廣告 所以還是這個要貼起來 就完成了 好 那你們遇過誰有很奇怪的習慣 我 我有遇過很多 每個人包法不一樣 有些人會 他會在 他單手反拍 然後他球拍會握比較上面 所以他會把這裡握得很像 包得很像那個棒球 棒球棒的那種感覺 對 這裡很大 然後這樣 他比較 對 有一個底在那邊 他比較好握 所以這沒有什麼規範 沒有什麼規範 有些人他 就通常比較特別的都是單手反拍 因為他不會握到這裡 所以他可能有時候只纏一斑 對